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人说 这个牧者所说的 但是在我观察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里面 我发现好像有一个无形的一道墙 让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爱的里面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前提是 这个爱复辟在他们身上 以至于他们可以释放对方 饶恕对方 然后这个爱恢复他们到一个地步 甚至他们可以看从神的眼光 看对方 可是问题是 从他们的伤痛跟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好像走不进这一个爱的里面 我发现一个问题的核心是这样 当我们经历到伤痛 或者是在这一种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是很深很深的羞愧的对待 很深的这种伤痛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第一种想法就会是 神为什么 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神你在哪里 所以其实说真的 那个事件为什么会拦阻人进到神的爱的里面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觉得 神你不爱我 你爱我 我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怎么会在我童年的时候 允许这些周遭我所爱所相信的人 做这些事情在我身上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 他光是这个部分 他就开始怀疑神了 怀疑神的爱 我要提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饶恕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稍微好一点 我们就会想说 神你为什么允许 神允许 可是我要说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些的伤痛都是 偷窃杀害毁坏的事 我们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责任归咎给谁 给神 你不能把盗贼所做的事 归咎在神的身上 那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把它归咎在神的身上 今天要来恢复你 医治你 使你完全的也是他 当你把责任归咎在神身上 你立刻就陷入到仇敌的谎言的里面 意思是说 可以医治你 恢复你这个医生 你觉得他是伤害你 把你用球棒打到遍体鳞伤的 你会去找他残果吗 你会去找他包扎吗 你不会啊 你把他当作是盗贼 所以耶稣说我要来医治你 你说你离我远一点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亲近他 你根本没有办法允许他靠近你 生命当中最脆弱 最破碎 最软弱的那个地方 因为太痛了 你怎么会交给他 所以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仇敌魔鬼 借着这一个所发生的事情 扭曲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以至于我们把 你看仇敌魔鬼多坏 坏到一个地步 他干的事情 然后他就退到一边 然后跟你说 你看神爱你吗 他爱你就不允许这个事发生了 那我们就说对啊 神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说 神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神说 我是公义的法官 神是法官 神不是盗贼 意思说盗贼偷窃的 法官可以有权柄说 我偿还你 所以当我们把他认为盗贼 他要做的恢复更新 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在我们的里面发生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 他仍然在同一个伤痛里面 可以活了二十年三十年 爱不爱主 爱主啊 有没有独经灵修 都有啊 可是为什么在同一个挣扎当中 伤痛里面 那一个东西一直打转 走不出来 答案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医治 你说神没有要医治他吗 不可能 神没有要恢复他吗 不可能 可是他根本就是有一道 无形的墙 他根本摸不到神的爱 因为他里面对神 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信任 他对神的形象 已经有一个很认知上面的扭曲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一个 judgment里面 我们不只是judge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也judge神 而这个judgment 这一个论断 常常拦住我们没有办法 进入到那一个爱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说 是在心里面饶恕 因为你的心 骗不了人的 你的心有没有在爱的里面 骗不了人 另外耶稣说 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 我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我们就觉得 神要惩罚我 我不饶恕 祂就不饶恕我 其实不是 我们常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以当我不免人的债 父就不免我的债 所以我们觉得不免我的债 是一个惩罚 但是其实逻辑是这样子 你知道 耶稣 免我的债的时候 是耶稣担当我的罪 对不对 那耶稣在实际上 不只担当我的罪 耶稣也担当了 伤害我的人的罪 可是当我活在 不饶恕里面 我在说的是 耶稣你不可以担当祂的罪 祂的罪 祂要自己扛 那耶稣就跟我讲 祂的罪如果要自己扛 你的罪也要自己扛 那我说不不不 耶稣 我要我的罪你扛 祂的罪自己扛 那不行啊 你只能够选 要嘛就是 我扛你们所有的罪 要嘛就是 我什么都不扛 你选一个 你不能说 对我扛罪 对他不扛罪 如果对他不扛罪 那你也没办法扛 所以如果你要 这个赦罪的恩典 对不起 你必须也要允许 他活在赦罪的恩典里面 但是前提是什么 赦罪 其实十字架不只是有赦免 我罪的恩典 十字架也有赦免 得罪我人的罪的恩典 所以真正的 饶恕的核心是什么 永远是 回到十字架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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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